你早晚要明白,有的男人以前很爱你,现在不爱了 张小贤在我爱过,所以我活过这本书里写过这样一段话 如果你成是那样值得爱,我会永远怀念你 谢谢你陪我走过一程 如果你不值得,我会把你抖落,当做从来没有认识你 你是我年少无知所犯下最愚蠢的错误 在我看来,这就是对待爱情最好的态度 在爱的时候认真爱,即使最后分开了也不抱怨,不怨恨 感谢那个人陪伴自己走过人生的一段岁月 不管是幸福还是伤心,过去的就过去吧 总有人在热恋之时发下海誓三萌,说一些爱无止境的四言 但其实更多的时候,那份爱时间的洗礼之后 会慢慢的变淡,变模糊,最后消失不见 剩下的只是那份依赖和习惯 也许有人会感到疑惑,诚信誓旦旦的说出那些话 怎么慢慢的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呢 曾经发誓要一直爱下去的那个人 为什么走着走着就散了呢 其实你恨的不必太过介怀,也不用感到心痛 你早晚要明白,有些男人以前很爱你 但现在不爱了,没有什么四言是永恒的 或许他当初爱你很深,可他也会爱上其他人 他的心里也会装进另一个女人 这个时候你就该正视你们之间的问题 不要再自欺欺人的觉得,他的心里还是有你的 林强的上一段感情结束了 本该是他应该很伤心的,但他给我的感觉却是很放松 或许一个人的生活确实要放纵和自由得多 可他以前对那个女孩明明是那么伤心 我觉得奇怪,什么之前那么喜欢的人一眨眼就不喜欢了呢 林强笑着对我说,我也并非那种花心的人 我也是一个专情的人,爱情在我心中是多么神圣 他以前在我心里也是一个天使一样的人 他的笑容多么甜美,我的心都快要融化了 可是后来慢慢的,我和他相处久了 却觉得自己不是那么喜欢他了 带着疑惑我问他,不喜欢的这种感觉从何而来呢 为什么当初明明那么喜欢,后来却又不爱了 他怂怂间说,可能是太了解了吧 之前还没有在一起的时候,觉得他就是完美的 交往之后才觉得,他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 他根本就不懂我,每次我和他聊游戏,聊经济 他总是一副完全不懂的样子,让我觉得很尴尬 久而久之,我就再也不想和他说话了 林强还说我一直喜欢的,是那种很单纯的女孩 因为这样的女孩,才能一心一意地跟着我 可是我们在一起之后,我发现他不是单纯 而是蠢,什么都不懂 整天只知道抱怨,这样的女人谁受得了 作为朋友我对林强的做法不亦自贫,但是作为一个女人 我不能认同他 在感情里不应该只喜欢女人的优点 而抓住她的缺点不放 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缺点 这些缺点会让女人显得尤为真实 若一个男人连包容女人的缺点都做不到 又谈何爱她呢 所以在感情里我希望女人能够明白 不要一厢情愿地投入一段感情 更不要自欺欺人 也许男人以前爱你是真的,但是爱情终究会变 他现在不爱你了,也是真的 爱情是两厢情愿的事情 需要两个人的努力,需要两个人的互相理解 若一个男人总是嫌弃你,就离开吧 他已经不爱了,你又何必坚持 我现在不爱你,就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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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不爱你,就离开了